第六十集 第六十集 下午的比赛 依旧是如火如荼的继续 那位曹长舵却是并没有走 倒也不是 这比赛把他留住了 兴许是这热闹不烦的场面 把他留住了 满上一万多人 在他眼里 已然都是钱了 甘齐不傻 深知场面上的事情 但是甘齐 也不是那受人威胁之辈 甘齐有一个座右鸣 人可以低头 但是不能活得委屈求全 人总要有一点立场 有一点脾气 汴梁城里的人富得流油 大宋朝 以整个天下的出产 来供应着这座 一百多万人口的汴梁城 生意嘛 赚钱而已 依托着这座汴梁城 想怎么赚钱 就怎么赚钱 甘霸在旁 甘齐又开口翻覆道 来吧 你去码头老铁匠那儿 走一趟 定制五十个轴承出来 甘霸自知 甘齐所言的轴承是何物 带着钱就往码头而去 东京十三门 看来是真要杠一回了 黑恶势力真正赚钱的渠道 不过就是娱乐产业 甘齐有了人流 自然要物尽其用 要打造出自己的娱乐巨无霸 垄断这个词 刚才还是曹衡提醒他的 那就让大宋的百姓们 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娱乐 相扑场外的商铺 甘齐再一次让迪勇派人去招揽匠人 要加快进度 彻底把甘家村 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娱乐商圈 相扑场外 喝采呼喊之声震天 相扑场外 甘齐走在路上 到处都是上前来拜见的村民们 昨日倒是没有这么多的村民到这来 甚至甘霸进村里边去请 都没多少人来 今日似乎已经全村出动了 卖水的 卖饭的 如今相扑场还没有印刷入场券 一切还是初始阶段 往后肯定要往正规的方向发展 这门口十有八九还会有倒卖入场券的黄牛党 不断有村民上前来感谢甘齐 毕竟这里是甘齐家的地 蹭着热度赚钱 不感谢一下甘齐 来日甘齐不准他们来了 那岂不是亏大了 一瓢水都能卖三个铜钱 对于村民来说 比捡钱都容易 也有聪明人 上前感谢之余还说道 甘大官人 若是这商铺盖好了 一定要先紧着我 我一定来租上一处 甘齐笑着点头 放心放心 一定先紧着咱们村里的人 只是这租金可不便宜啊 那人文言试探地问道 不知租金一年要多少钱呢 甘齐看着不远处 一瓢卖了三个铜钱的水 答道 百石冠是有的 话音一落 那人一脸苦涩 他哪里能有百石冠的身家呀 就算是卖了祖宅 也凑不出这么多钱 唯有摇了头 一脸不舍 又开不了口 却听甘齐忽然说道 咱们都是自家人 到时候自家人好说 分期付款就是了 定了契约先做生意 赚了钱再交租金 那人文言 毕竟是喜笑颜开 连连作依 哎呦 看惯人 那 那 当真的 我记得你 到时候你来寻我 我给你留一处好地方 甘齐显然是要带着 全村共同致富 多谢 多谢 再拜甘官人 甘齐已然上手去扶 寇中笑道 不必再拜了 你还比我长一辈呢 如此大拜 岂不是折了我的瘦 赚了钱 好好赡养父母 让孩子上学堂读书 将来也能有个发扬光大 说完 甘齐也顾不得那千万谢之人 依然又往前去 今日周同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相铺厂的运作 也已经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甘齐也想着 家里边还有个吴承卧 此时 甘齐对于吴承卧 上兴了不少 产媒巴结讨好赵家 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施恩会给赵家 那是可以的 甘齐就真的准备 给赵家施恩了 第一步 就是先让吴承卧考上静士 这份恩情对于赵大姐而言 那可当真不小 这个时代 能让人考上静士做官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恩情呢 甘齐往村里边回着 远远的还看见 拄着拐杖的甘三爷 带着几个老头 正在往相铺厂这边眺望 见到这一幕 甘齐只是笑笑 并不多管 远处的甘三爷 却是一脸的不解与疑惑 问身边的老头 你们说 这甘齐到底是何德何能啊 凭什么那么多人 非要从城内出来 看这场相铺啊 那相铺 哪看不到啊 一旁的老头答道 我也想不明白 这最近村子里几个小子 每天入城去晃荡 如何能拉得这么多人 来城内看相铺呢 又一个老头说道 我看呢 那十有八九是 甘齐遇见贵人了 有贵人助他 否则凭他 哪有那么大本事呀 甘三爷文言连连点头 说得对 定是有贵人相助 那破皮无赖般的人物 恶于奉承倒是把好手 肯定是攀附了哪家的贵人 走了那狗屎的怨道 哎呀 三爷 这这回甘齐 怕不是要发迹了吧 三爷文言怒道 呸 发迹 发迹个屁 三角九流也能说发迹 那攀附个贵人 也不过是个破皮 你以为贵人 是那么好攀附他 说不定哪天 那贵人一翻脸 叫甘齐吃不了偷着走 还是我家郑儿又出息 来日考上静试 那才是真发迹了 等着看吧 一个无赖人物 岂能比得上我家郑儿 待我家郑儿 官府在身 荣归古礼 一个老头文言连连点头 哎 三爷说得对 靠别人不算什么 靠自己才是呢 郑儿如今在国子学 那中静时 那是迟早的事情 几个老头连连点头 深以为然 回到家里的甘齐 看着书房中埋头苦读的吴承沃 多少也是有点钦佩 外边那么热闹 吴承沃却还是坐得住 丝毫没有凑热闹的心思 昨日陪着夫人看了几场相扑 今日依旧是苦读不错 甘齐进了书房 吴承沃已然起身拜见 见过先生 甘齐点点头说道 今日我押了一些题目 你一个一个好好答 吴承沃大喜 临忙坐请 先生请 甘齐拿出了一堆题目 欣赏忠厚之志赫然在列 甘齐也懒得去迂回 直接点了这题说道 今日做这题 好好答 哪怕是答上一百遍 也要答到我满意为止 学生尽力不敢怠慢 吴承沃点头说道 吴承沃接着做题 甘齐也收拾了一下 心情开始读书 身边这个县城的老师 那不能浪费了 两个人正在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赵大姐却是下午半晌来了 带着一堆小丝 挑着几个大箱子 本集赵大姐来送钱了 甘齐下集再收